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绍燕这次有别于传统的走秀方式 以静态呈现作品 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 看到服装的细节和结构 未来她计划进军其他欧洲城市的时装周 让更多人看见她的作品 女婴台湾新锐设计师陈绍燕 第十度登上伦敦时装周 她最新推出的秋冬系列服饰 以多线条的设计 呈现人体肋骨 肌肉和血管结构 而她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奥地利 已渡画家喜乐的作品 看到一个奥地利的画家叫喜乐 然后她的动作跟人体的结构 就是都是非常的 有点夸大 有点扭曲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我就加入了很多 跟人体相关的元素这样子 还有比如说在袖子 或是在服装剪裁方面 就是我想要表达有点像是机理的感觉 舍弃传统走秀方式 陈绍燕选择静态展示作品 观众看秀不再只能匆匆撇过 反而能看到服装的细节和结构 比较静态的方式去呈现 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很完整的表现 整个氛围跟整个主题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观众也可以比较 花比较多时间真的去看衣服这样子 那我觉得那个气氛 也会比较不会那么的快速这样 目前陈绍燕设计的服装 在台湾和北京都买得到 市场反应还算不错 接下来她计划进军 其他欧洲城市的时装周 希望作品能让更多人看见 中央社记者黄珍珍 伦敦报道 黑白色调的利落剪裁 或是色彩缤纷的普普风设计 都是台下美光灯焦点 纽约台北京文办事处 变身时尚伸展台 12位主修服装设计的 台湾旅美留学生 展出68套创作各具特色 成为未来星星 潜力无限 其实大家认识时间 从1月的第一个礼拜到现在 准备时间其实很短 然后大家真的就很有台湾人的精神 很有凝聚力 我们很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 然后真的大家在纽约这个异国找到了对方 所以真的很开心 收获应该是 designer一起解决了很多问题 然后把这个秀就是朋友们 就是交新朋友 然后一起做起来这样子 很开心 驻纽约台北京文处 举办2015年 纽约台湾新锐时尚展 吸引时装界名人和侨胞与会 其中在台湾出身的纽约设计大师 马兰布瑞顿 更对台湾学生的设计赞予有加 哦 它是一个美丽的经验 很美丽的观众 有很多不同的观众 它们都很创业 很美丽的 纽约发展周围 我认为最好的事情是 开始小时 然后发展你的商品 发展你的商品 除了时尚走秀 台湾留学生也在现场展出珠宝设计 和彩妆造型等创作 设计概念获得与会贵宾一致好评 这群台湾新锐设计师相互合作 发挥创意 在国际舞台展露头角 中央设计者黄照萍 有一个报道 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 最近展出全球二十多位 精英女性穿过的经典服装 包括前英国首相 蛇切尔夫人 当选保守当党魁石 让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浅绿色套装 还有戴安娜王妃三十六岁生日 身上穿的典雅黑长礼服 带观众看见他们的穿衣时尚 这次套展邀及政商时尚等不同领域的顶尖女性 提供她们最心爱的服装展出 每件衣服都代表主人独特的风格 部分展品甚至到今天看来 仍是引领潮流 现场也展示过去150年来 女性的束腰和胸罩外衣样品 带观众回顾相关设计的时尚眼镜 判透过系列成品的分享 破除部分男性认为时尚等同于肤浅的密思 中央社记者黄珍珍 伦敦报导 2015年多伦多国际车展 在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 是北美汽车市场的重要指标 共有125家车商超过1000辆新车参展 新以消费者怒光 今年车展主题为《动的人生》 凸显新车的性能高科技之外 也强调环保意识 丰田推出的概念车i-road外形十分轻巧 三轮两座的电动车 只有普通汽车的四分之一大 不但可以在城市中灵活穿梭 同时也可以减少污染 另外雪丰兰推出的纯电动车 续航力可达320公里 同样备受瞩目 去年9月加拿大与韩国签署FTA 这项协议也将有助韩国汽车 前进加拿大市场 除了新车和豪华跑车之外 现场也展示19辆古董车 手工制作的车体线条 展现有别于现代汽车的美感 中央社记者张洛婷 多伦多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一道道美食端上桌 无论牛肉卷饼 牛肉面 咸酥鸡都飘着浓浓台湾味 为了伦敦市中心西区的 这间中式餐厅 提供道地台湾餐点 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我在英国已经超过22年 那我一直有个愿望是要 把台湾的美食带来伦敦 那因为伦敦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国际大城 所以可以把台湾的美食 让更多的不同种族的人 可以尝试 常年旅居英国的王启杰 希望能与不同国家的人分享 他怀念的台湾味 店内还特别选用台湾进口的原料制作 餐厅开幕当天 祝银代表刘志工受邀参加剪彩仪式 他期盼能借此吸引更多观光客来台观光 在大伦敦地区台湾餐厅并不多 今天有新的一家台湾餐厅的开幕 可以说在我们大伦敦地区 这个饮食的文化要增加了一个选择 刘志工表示 美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文化特色 期盼借此推广台湾美食 能够吸引更多英国人士到台湾观光 成功打响台湾的致命度 中央社记者黄珍珍伦敦报导 餐桌上台式海鲜根 台式香肠和焗烤芒果虾 还有餐厅的招牌台南蛋仔面 好客们大快朵頤 台湾餐饮品牌进驻马尼拉 推出各式台湾味料理 想供菲律宾餐饮市场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到这边来 我觉得它的餐厅复制的很高雅 那个餐具也是很高等级的 吃了这顿饭感觉不错 在本地的话 没办法取得的食材的话 都是由空运 从台湾空运到本地来 限量五个小时以内收到货 所以说本餐厅的用的食材 也是非常的讲究 餐厅位在马尼拉 腕盘堵成星豪天地内 业者原汁原味呈现 将台北旗舰总店的精致食材 餐具以及装潢规格 都带到马尼拉 标榜高档用餐主宴 那我们标榜的是从101到 我们马尼拉 是标榜完全一模一样 包括我们的食物 包括我们的装潢 包括我们所用的器皿 餐厅负责人表示 近年菲律宾经济成长盪眼 相当看好非国民众 以及金字塔顶端的博弈客群 消费潜力 也期盼让台湾为 前进非国高端市场 让异国的韬客们 都能享用包装满胃 中央社记者 一星健 巴塞城报导 美国和古巴重建 中断半个世纪的外交关系 两国代表 一月首度举行会谈 预计27号 进行第二轮会议 由于之前讨论尚未达成 重开大使馆时程 预料双方将再协商 并讨论移民和恢复两国的 全面外交关系等议题 让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 更多后续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庄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